。 我們這個勤心弟兄, 他受傷大概已經滿兩天 48小時 的,目前幾個現象,包括內出血的狀況 從原來的乳內出血,胸腔有血胸氣胸、超胖管 皮脹有破裂,不過出血量不大 腰椎第二節、第三節有骨折 不過那附近沒有出血現象 再來就是左臀 有臀部的動脈 還有大腿厲害的挫傷 大腿的動脈因為有持續出血 在當天也有完成一個叫做動脈栓塞的治療 目前身上已經沒有急性出血的現象 生命真相也都穩定 因為它現在高位頸椎 我們最擔心最擔心的就是四肢癱瘓 不過從它第一天、第二天 現在滿48小時 這些對外界刺激的反應 包括對痛的反應 甚至它自主 它的媽媽在叫它 希望它活動一下肢體 我們都有看到 持續在感覺運動都有進步 所以我們還在樂觀期待 因為它這個情緣真的非常非常強壯 身上沒有半時的墜落 包括像肢體 它那個挫傷本來非常非常腫脹 它在一天內就消腫 所以我們同樣的對這個神經高位的 那個脊髓損傷的部分 我們也是持續保持一個神聖類觀的態度 為什麼? 怎麼樣? 為什麼? 這就不是神聖類觀的